這次來的主題是 這三句話知道這男的喜歡你嗎? 是哪三句話呢? 你喜歡我嗎? 你愛我嗎? 你想跟我交往嗎? 這三句話都不是 雖然一樣可以得到答案 但我相信廣大的女性 不會想要這麼直白的去跟男生說話 對吧? 而且這樣做 男生可能會嚇到 你知道很多男生很單笑的 突然有個女生這麼主動 她第一個直覺就會是 她是不是有病? 她想騙我什麼? 她是不是想騙我身體? 嫌神有點惱不可能啊 那接下來我說的這三句話 適用於一般男生 什麼叫做一般男生 就是沒特別學過 良性技巧到一個程度 或是感情經驗豐富的男生 通常這樣的男生 都不好預測到他的行為 女生一般來說 很難影響他們去行動 甚至女人容易受影響 所以他不是一般男生的話 接下來我說的不適用 但你不用擔心 這樣怎麼辦? 我遇到的 會不會不是一般男生 而是 海王、渣男、社會百類 情感豐富不代表是這樣的人好嗎? 雖然很多事 好就是一般男生 大概佔比至少90%吧 所以基本上90%的男生適用 假如對方不是那90%男生 那麼你可以換個想法 也許他會一直有意無意的 供應你的興趣注意 讓你不停的想要投資更多在他身上 那麼也許他就是10%的男生 但假如對方是90%的男生的話 都蠻好猜的啦 就跟你家的狗狗一樣好猜 你在說我們是狗嗎? 呃不是狗 是馬子狗 我們來說第一句話 我後天突然放假 不知道要幹嘛 當然你不一定要照抄這句 因為你放假不一定是後天 或是為了抽這句話 硬要在後天請假 這也太累了吧 而是跟男生表示 剛好我哪天突然有假了 不知道要做什麼 這其實就是變相的暗示男生 你可以以為我出去玩哦 我剛好那天放假有空 所以當你丟出這句 你可以去看他會有什麼反應 假如他很積極的跟你喬約會 說著 哦真的嗎? 你那天放假哦 我剛好也放假耶 我們那天一起去看布丁展吧 老闆我後天有事要請假 我爸突然跌倒要照顧他 你爸怎麼又跌倒了 他踩到布丁滑倒了 就是你會發現 他會接到這個球漂亮的打回來 那其實他會做這樣的行動 通常應該是對你有感覺的 不然不需要做這樣的行動 當然當然 他不一定會為了你請假 畢竟許多男人會認為工作很重要 但也許他會說 好可惜哦 我那天剛好有事 不然你哪天還有放假 感覺你喜歡吃布丁 我們一起去吃吧 就是雖然他知道自己沒辦法去 但也會想要再安排個時間去跟你約會 那其實這樣的回應多少也是對你有感覺的 那有哪些情況 你說這句話 他的反應不代表喜歡呢? 我後天放假不知道要幹嘛耶 不是哦 你知道最近我家的狗很愛吃 布丁耶 直接忽略你的話題 完全不接這顆球 把它當作躲避球一樣閃掉 或是 我後天放假不知道要幹嘛耶 你可以在家吃 配配紅酒加上生菜沙拉 還有搭配美劇 看著外面的夕陽 很Chill耶 幫你想你要幹嘛出一堆主意 但完全沒有要參與你那天放假的意思 通常他是這樣的反應 那麼也許他對你也沒多喜歡啦 總不會有個男生突然 這女生跟我說 他後天放假了 而且不知道要做什麼 那我絕對不能接這顆球 我絕對不要 把握這次約會機會 因為我很喜歡他 超奇怪 不太會有男人這樣啦 尤其他又是90%男生的話 通常不會這樣行動 我們來說下一個 我覺得叉叉的人很有魅力 叉叉的意思是代表可能是幽默的人 會運動的人 大方自然的人 就是某一個特質的人之類的 叉叉不會是叉叉的意思喔 不要搞錯了 不要這樣想歪 還是只有我會這樣想歪 可能你說 我覺得會衝浪的人好帥喔 沒多久你就看到他在學衝浪 你說覺得布丁超好吃 沒多久你就看到他拍一堆布丁自拍照給你 其實就是當你嚮往或是喜歡什麼事情 當你透露出來 對方會因為喜歡你想要更了解你 去從事你喜歡的人事物 希望藉由這樣跟你聯繫感更多 讓自己跟你更熟 關係更緊密 而且這是很快的 也許幾天一兩個月 你就會看到對方這樣的行為 但你去問他 你為什麼喜歡這些事情 我做這一切都是為了你啊 因為我喜歡你啊 這些話都是想在心裡 正常會說的是 感覺很有趣就去做了喔 蠻有趣的 因為我喜歡你 其實就是你影響到對方 為了你改變了自己許多行為模式 通常就是因為他喜歡你 甚至很喜歡你 才會產生這樣的模式 不然通常對方對你沒感覺 不會這樣做 而你去說著自己覺得 什麼樣的人很吸引你 只是讓他有個行動的目標 讓他知道可以往哪邊努力 當然我會覺得要吸引女生 努力的目標不該是這樣設定的 但許多男生的做法就是這樣 以為變成女生好像喜歡的類型 女生就會喜歡他 但其實反過來說 當對方很熱衷的去做這件事情 那其實他八成就是喜歡你 不然沒有道理要去做這些事情 我們來說下一個 我最近看到叉叉整個被燒到 當然也不用一字一句造鈔 叉叉不是叉叉我再說一次啊 其實就是可能一個小東西 不要太貴的也許某件衣服或是飾品 你丟給對方看 說最近整個被這個燒到 你覺得好看嗎 你在想要不要買 而他回什麼不是重點 重點是之後他會不會主動的 突然買下來送你當作驚喜 你可能會說 我不是拜金女 我才不要這樣做 但你可以換個想法來想 你只是分享一個 你覺得好看的東西 而這東西是你想要買的 你也沒有要他買 但他自己主動去買給你 那其實就是他自己自願的 所以我覺得這離拜金女還蠻遠的 而對方願意主動的去做這件事情 八成就是 對你有好感或是喜歡 才會這樣做 你可以想一下 他要從你透露不經意的資訊 要去調查可能你衣服穿多大 你視頻那是什麼牌子 要自己去查 去研究 最後要在時間內買到 再看什麼時候可以給你這個驚喜 因為怕你自己突然就先買了 那他送了就沒什麼意義 因為你已經有了 會主動送個禮物的男生 通常就是對你有好感 但這男生是送你本來就想要的東西 而這些是他經由觀察最後去做的行為 這些事情他需要付出的時間、精力、金錢 其實成本說大不大、說小不小 但是絕對是 只喜歡你到一定程度的男生才會做的行為 而你只是起個頭讓他有機會做這件事 那當然也不只是禮物啦 可能你想要吃什麼他突然就送來了 可能送你吃布丁、雞排、奶茶 他絕對就是超 想肥死你的啊 超壞的 好總結 我後天突然放下還不知道要幹嘛 我覺得XX的人很有魅力 我最近看到XX整個被燒到 那以上這三句話 大概後續反應判斷就是這樣 但也不是說對方沒有如預期的反應 他就是不喜歡你 而是可能算是還要再觀察啊 但假如有出現好的反應如前面說的 那麼他一定就是喜歡你才會這樣做 要特地拉出來講是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假如不是正面就是反面 但其實不一定可以再多觀察和判斷 而不是直接就判定這關係完全沒機會了 因為很多時候不是沒機會 而是自己也許不敢所以錯過機會了 好 那就是 對方的訊息 我會想看 如果有可能會有機會 就能看到 我們會不會再觀察